健康加財富,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 歡迎在路來到邱正宏談健康 最近新聞報導說 中國大陸呼吸道病例大量急診 醫院急診室人滿為患 很多小朋友甚至一邊打點滴 一邊在急診室寫作業 看起來讓人家很心疼 最近美國的參議院議員 就提議說 建議拜登對於美國民眾 前往中國大陸旅遊要加以限制 台灣最近也因為這個消息 風聲喝唳 製造口罩跟防疫用品的股票 連續一週天天漲停板 你想買都買不到 11月底甚至在社群媒體當中 有謠傳說 從12月1號開始又要寄出口罩令 後來相關單位否認 說這是謠言 但是兩天前有一個新聞說 義務的當地政府 建議民眾囤倆十天 讓人家嚇了一跳 以為風控又要再起了 所以種種消息都讓大家人心惶惶 有點不安 首先邱醫師要跟大家講 不要太緊張 為什麼 冬天本來就是各種細菌病毒 容易繁殖複製的時節 加上冬天有一個特徵 就是大家都不喜歡在戶外 喜歡躲在室內 比較溫暖 那麼門窗緊閉 空氣不流通 所以只要其中有一個人生病 有咳嗽打噴嚏 病毒細菌在飛沫當中噴出去之後 只要吸入這個病毒和細菌 量達到醫院的程度 你就會怎麼樣 就會受到感染 所以這次中國呼吸道病例激增 他們統計主要有六大病菌 一個就是大家每到秋冬會遇到的流感病毒 還有就是以前 新冠肺炎的病毒 有一個叫XBB 這一個變種 再加上本來呼吸道感染常見的病毒 例如腺病毒 鼻病毒 呼吸道融合病毒 還有很多的冠狀病毒 再加上最近一個 大家好像沒聽過的叫梅將菌的感染 甚至還有報導說 這個梅將菌叫抗藥性的梅將菌 所以大家聽了以後很害怕 一時之間大家人心惶惶 都以為說是不是要回到兩年前那種封控的情況 接下來跟大家談談 大家看到的這個梅將菌 甚至抗藥性梅將菌 究竟是什麼東西 好像說無藥可依了 很像之前的新冠肺炎一樣 是不是又要開始 產生一些很恐怖的流行疫情 其實大家不要緊張 梅將菌不是新的病菌 早就有了 二三十年來 邱醫師看診 就經常遇到梅將菌 以前我們如果看一個呼吸道的感染 一開始流鼻水 鼻塞 喉嚨痛 咳嗽 甚至有點發燒倦怠 我們當然知道這是呼吸道感染 那呼吸道感染 一開始是在上呼吸道 如果比較嚴重 它就會往下呼吸道侵犯 慢慢的變成氣管 止氣管 甚至到肺部整個發炎的話 就叫做肺炎 止氣管炎 梅將菌它的英文叫做 Mycoplasma 梅將菌引起的肺炎 叫做Mycoplasma pneumonia 梅將菌它是一個介於細菌 跟病毒之間的病菌 它是一種非典型的細菌 而由這種非典型的細菌引起的肺炎 我們就叫做非典型肺炎 叫Atypical pneumonia 這種肺炎 什麼時候會出現 通常 我們呼吸道的感染 一段時間以後 如果持續的沒有好 持續的咳嗽 這個時候你就要想到 它會不會是這種非典型的肺炎 因為這種梅將菌 它是沒有細胞壁的病菌 細菌是一種植物 它是有細胞壁的 可是 梅將菌是沒有細胞壁的 我們以前用抗生素來治療這種細菌感染的時候 如果你抗生素是抑制細菌製造細胞壁 那麼這個對一般的細菌會有效果 可是對梅將菌沒有效 因為它沒有細胞壁 所以治療梅將菌要用的抗生素 是抑制它蛋白質的合成 細胞質的合成 這樣的抗生素才有效 那麼什麼叫做抗藥性梅將菌呢 就是表示說 傳統治療梅將菌的這種抑制細胞質合成的抗生素 例如紅霉素 Macrolite 或Erythromycin 這種紅霉素 對傳統的梅將菌沒有效 但是不要擔心 還有一些抗生素 也可以抑制細胞質的合成 像四環素 或者是佛諾葵酪 Fluoroquinolone 這種藥 對於梅將菌也是有效的 所以抗藥性梅將菌 並不表示說它是沒有藥可以 剛剛有提到梅將菌的傳染 是從飛沫傳染 好 那麼感染到梅將菌會有什麼症狀呢 當然我們講梅將菌肺炎 一定是肺部有發炎 所以肯定是會有咳嗽的現象 那麼 而且呢 咳嗽可能是乾咳 也可能是帶痰的咳嗽 這種痰呢 通常會有白白泡泡的現象 好 但是梅將菌感染一定會發燒嗎 未必 有的會發燒 有的不會發燒 兒童比較會發燒 梅將菌比較容易感染年輕的男女 或者是年紀小的小朋友 但是年紀大的老人也未必不會被感染 接下來要談談梅將菌感染會有什麼健康上的危害 好 梅將菌肺炎聽起來好像是肺炎很嚴重 可是很奇怪 梅將菌肺炎這個病菌呢 他感染以後 這個肺部的發炎症狀 在X光上面看起來很明顯 但是呢 可是病人的咳嗽或者肺部發炎症狀 不會很嚴重 還能夠走來走去 還能夠好像過日常生活 只不過是會有咳嗽的現象而已 所以這種梅將菌肺炎呢 又叫做行走的肺炎 意思就是說 生病的人還能到處趴趴走 走來走去的 也就是因為這樣呢 所以他很容易 藉由這個行走的患者 把這個梅將菌散播出去 感染給其他的人 但是呢大家不要擔心 梅將菌不是一個很致命的疾病 如果他很致命的話 生病的人必死 那他的傳染力就會降低 也就是因為他不嚴重 所以呢 傳染力才會強 那再加上梅將菌有藥可治 即便是抗藥性的梅將菌呢 還是有藥可治 所以並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可怕 再來跟大家談談 梅將菌有什麼預防的方法 我剛剛講了 梅將菌的傳染 就是從咳嗽或噴嚏的飛沫傳染 所以呢 預防的方法呢 只有兩個 一個是防護自己 一個是防護別人 怎麼說呢 防護自己就是 當你懷疑旁邊的人 有可能感染一些呼吸道的病毒 細菌 而你又必須得 待在密閉的空間的時候 你當然要戴口罩 然後呢要勤洗手 不要用沒有洗過的手 去接觸你的口鼻眼 這是防護自己的方式 那防護別人呢 就是你自己生病的 盡量不要外出 如果非得外出 你也要把自己包緊緊 不要讓自己的咳嗽或噴嚏 散步到空氣當中 去影響到別人 這就是保護別人 尊重別人 這一次的中國大陸 呼吸道的病例大量增加呢 我認為不會造成什麼恐怖的這種 風控啊或者疫情在起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現在進入秋冬 再加上一個重點 就是過去兩年大家都風控 然後呢都沒有呼吸道的感染 所以身上都沒有抗體 那麼沒有抗體之後呢 對於很多病毒或細菌呢 就會好像第一次面臨它一樣 沒有了抵抗力 這個就是所謂的免疫負債的概念 有兩年負債的你當然要還 要還就是怎樣 就是生病 生病以後產生抗體以後 就是在還債 那不是鼓勵大家要生病 也不是在那邊幸災了 而是說只要你做好防疫生活 這種不是致命性的病菌呢 大家不要過度害怕 該注射的疫苗 像流感疫苗 新冠肺炎疫苗 你該打你就要去打 如果沒有疫苗 有藥物可治療的 你也不要太擔心 你做好自己的防疫的這個生活呢 戴口罩勤洗手 那麼保持人群的安全距離 然後呢不要進入到擁擠的空間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做好這樣的防疫生活呢 你就不要過度恐慌 一旦生病了 可以去找醫生看病治療 那麼遇到抗藥性的梅漿菌呢 也有另外兩種抗生素可以使用 這樣子呢 你就不用過度害怕 這一次的 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 呼吸道 病例急增的這個事情 好 希望今天分享的內容 對你有所幫助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你在留言區留言 也歡迎大家訂閱邱醫師的頻道 按讚分享 打開小鈴鐺來 獲取最新的訊息 我們下回再見囉 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所講的 請在下面按個讚 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感到興趣 想要獲得最新的訊息 請按訂閱 下回見